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晴天雨天 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 Oh 就一起 一切你在一起 好了没 好了好了 OK 来了 娱乐 生活 流行 Michael 讲童谨 I'm here Amy 李明依 I'm ready 打开娱乐 生活 流行画夹子 一同开麦了 Yeah 这是一同开麦了 现在是下午4点06分了 这是第二个小时一同开麦了 刚才Amy其实也介绍了多次 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 20多年的摄影经验的摄影大师 OK 陈建伟 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我已经听说你很久很久了 所以久仰你很久了 谢谢 这次带来一本书 那这本书呢 其实是已经是去年发行的是不是 去年底 去年底发行的 其实也还是一个新书 叫做《已读回妈》 这个title就很特别了 要不解释一下这个title的想法 应该是说当初要订书名 可是后来发现不知道怎么取书名 因为我本来最想要取的书名 上面写的英文separate and celebrate 对对对 其实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是从我书里面的照片的一篇故事 就是我之前在工作的时候separate and celebrate 我永遠分不清楚 我把這個裡面的故事 我覺得其實整本書的內容 其實就很像這兩個單字一樣 就是分開與或是歡慶 其實我覺得那都是有關聯的 那但是出版社也是跟我講說 你取英文書名 你這樣不會賣喔 你要怎麼賣啊 還是要考量到會不會賣 也把讀者的水準看太低了 你們出版社有事嗎 好啦好啦真的開玩笑 就是說的確對社會大眾 就是說一下子聽到的時候 會有點什麼 對不對 所以就中文就取成 然後他問我說那你想取什麼 我說因為我覺得我的照片 很像一封一封的訊息回給人家 然後有時候有的會回有的不會回 然後那我說很多人 那不會回那怎麼辦 我說對阿常常就是已讀 都會考慮到底要不要回 他說那就取名這個好了 OK 可是我很喜歡就是他原來的那個 就是separate and celebrate 就是說很多時候的那個分離 或是說分開 跟就是你並不一定都是不好的 悲傷的 其實很多時候的分開也就是 會有下一次的再相聚 對不對就期待 然後可能慶祝也不一定都是在就是說 非得要人很多的時候 也非得要就是說 普天同慶的時候 同慶 講同慶對不對 對一個人也可以celebrate 對阿對阿對阿 所以我覺得你其實我真的很喜歡 你原來的那個就是 英文的那個 那時候我知道他就是去年其實這本書又出了 然後他出了書的時候我就 我就很喜歡那個那個英文的名字 好色 congress 可是後來我覺得以讀回馬 就覺得 incorporated 畢竟对书商来说很市场的一个名字 那也对 因为你在里面配合着你的照片 然后有一些文字 你知道因为他在这当中 有一个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其实就是这个童寿司童二八的老板夫妇 是我们就是很好的共同的朋友 当然里面有很多我们共同的朋友 但我特别要讲这对朋友 因为跟这个建伟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他中间就是他去加入了 他们那一家子人的欧洲自助旅行 那一家子人就是说筹备很久的欧洲自助旅行 然后那个建伟就是中间cut in 然后就住到人家的就一整个家族的 这个自助旅行当中 好特别哦 对 然后呢 所以就有一些照片跟那个文字 他那个是我很喜欢的 就是就是那个家庭的日常 那个家庭的日常 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听众朋友 他这本摄影书其实是 就是说完全毫不刻意 可是呢就把那个moment都留下来 甚至于可能那一家人都已经忘了 哎这是我们在干嘛的时候 对对对 突然间就是在那个moment就被你 就你你你你眼中看到的别人的家庭 或是别人在在在做什么 好像跟我们一般人的确是不一样哦 就是当初也没有想到说 哎身边朋友的日常生活竟然会变成一本书 对 其实没有这样想 因为总是说 你就是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对不对 可是并没有为了什么拍 对因为本来出版这次会觉得说 哎是不是要有一个什么作品 跟上一本摄影集 然后已经隔了好多年 那我说哎可是 我觉得我身边被我拍的 其实都是我朋友 不管他今天是线上的 我的工作的明星 或者是说 可是我说其实对我来讲 哎他们就是我的好朋友 是 然后发现二十多年 哎我我竟然记录了这么多好朋友的日常生活 然后我也没有特别去说要怎么样 所以当我的拍的朋友看到怎么变成书 但是我都有先跟他们讲 然后他们很多人看完就说 好啊 等着收我的纯真心 好可爱 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 然后的确就是说 这里面的那个照片 真的就是累积那么多年 累积那么多年 所以等于就是说 它是一本就是蛮有意思的书 就像我觉得就像这个 李宗盛大哥在为你就是写那个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 你真的没有刻意什么 结果拍着拍着拍出了一本书来 厉害了 而且而且就是就是 就是真的就是大家的那种很很平常很平常 而且你并没有就像你刚刚讲 你并没有是为了要出书 或者说我有一个主题 完全没有在刻意做 你就是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然后呢有一天回过头来 整理起来 哎 一个一个的moment 一个一个的故事就出来了 哇 都很有味道 可是我会很想要就是说 等一下我们会再请这个建伟来跟大家讲 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个127封摄影的这个对话 对不对 是孤单也是狂欢 127封 然后我想要知道就是说 其实你这么多年拍了这么多 一定还是有就是连你自己都很 shock 或是很surprise就回过头来整理的时候 看到的照片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你毕竟拍太多 你一直在拍你一直在拍一直在拍 所以当你回过头来整理就是有有哪几个 是你觉得哦 你知道吗 哎还好我那时候拍下来这个moment 或者说哎我怎么连这个也拍下来 你知道你懂我意思吗 有的时候那种我们就很想知道那个创作者本身 在这个里面他的那个真实的情感 Michael 蒋童青 Amy 李明依 打开娱乐 生活 流行画夹子 一同开Mera OK 在我们的现场呢 是陈建伟 是一个呢 这个知名的摄影师 不过呢因为他呢 就是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 其实呢他很擅长拍人物 好像人物也是你很感兴趣的 我比较感兴趣就是人物 就是人物 所以他拍了那么多年 然后呢在之前呢他还有一本这个 非常大本的摄影集 叫做原来我不是摄影师 OK From the ground to the stars OK 然后呢这次的这本呢更妙了 已读回妈 其实是集结了过去的这个 那么多年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里面有我的朋友 小孩还很小的时候 人家小孩现在都已经要20岁了好不好 你懂吗 就真的差不多十几块20年前的 就是我身边的那些朋友 当时的那个样貌 都被他留下来了 哇 补够到了 我很想知道就是 其实里面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人 然后呢你都把他拍下来 包括像这个 你合作最多的是本来是工作有合作嘛 可是等于也你私下也很常就拍到他 就是大哥李宗盛 对 然后你 他其实他的 他给人家的感觉 他其实不是range太宽的人 就是说他的私生活其实还蛮隐秘的 对对对 然后他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张狂的人 没错没错 然后呢他也不太去太多地方 对 所以其实你要拍他在很多地方还不容易耶 你怎么做到的 应该是说 因为我们工作关系很常 就会去世界各地去有演出 因为他有演出的时候 才能够到其他地方嘛 对 不然他其实蛮深居简出的 因为巨蟹座的比较不佳 对真的巨蟹座 然后因为我比较巧就是 因为我常常都会跟大哥住一起 或者是说住隔壁房 因为就是安排的关系 对然后那很习惯就变成是 只要我们出国都是他煮饭给我吃 所以大哥去欧洲去伦敦演唱会 哇他说有看过歌手要煮饭给你吃 也给员工吃 而且每一唱 我就说大哥今天吃什么 然后所以我们去欧洲 已经吃腻的牛排汉堡 哇他突然煮一锅炖肉 哇他还蛮会烧菜的 这锡饭 哇 这蛮妙的 所以他就在里面呢 其实他可以拍到很多这个大哥私下的 那特别是这几年 因为呢李宗盛大哥呢 关怀老人 特别在这个老人的这一块 然后呢 他不只就是奉献 他也不断的为他们就是提倡 然后呢 他也把他妈妈的这个老房子的那块地呢 就也捐出来 然后呢在花莲盖这个就是呢 真的是一个能够让大家能够养老 然后呢能够在那边有医疗的一个照顾的地方 所以你也拍到了他 然后跟我们共同的好朋友 对 甜点大师 现在已经变甜点大师了 汉生 对 对 对 你多讲一点啊 你就在那边对对对 干嘛我是你老师啊 你怎么那么乖啊 你很害羞 你很害羞 其实认识Amy已经很久了 可是突然 我就想说 突然我要访问他 他想说 好啊 可是他就很挫傻 不是 因为我就觉得 我不能把私底下吃饭的样子 OK啊 展露在那个电台 我好想看喔 私底下吃饭的样子 他真的很三八 三八 这两个字都用到了 他真的很三八 没有啦 因为陈建伟我们很熟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high的天秤座 不是我天蟹座 天蟹 他非常非常high 然后很常我们就是吃饭的时候碰面 他都是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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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你知道吗 不是 因为都是太熟的朋友 才会聚在一起 对 然后当然就是 谁管他就乱讲 他讲话就是频率很高 那我们要听听看啊 现在为什么今天我的频率那么低 你看他现在 他在电台里面 他就突然间 绑手绑叫的 对 满进森严 好啦 剛剛有講到就是 其實在裡面因為你拍了很多都是你身邊的朋友 因為原來並沒有要打算 本來這些就是留下來 對不對 可並沒有就是說 當事根本不是為了出版 可是後來為了要出版 你當然每一個每一個要去跟他們溝通 我問你啊 有沒有人就覺得不行 不要 當然有 說的細節秘密 他們有看到照片嗎 因為其實應該是說他們覺得是很多 很私密的 對然後 可是我後來我每一個朋友都要跟他們講說 我會寫一些文章 在裡面說我跟他們講我為什麼要出 我就說其實 其實你們看到很多照片 你以為是分開的 其實那是一個好的開始 我只是要講說其實人生其實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你以為的表面其實不是這張照片的事實的全貌 你沒有辦法從一張照片看到整個所有的故事的全貌 那我會覺得是說其實從我身邊很多朋友我都會講說 如果說有TED演講每個人講18分鐘他的人生 我說我身邊的朋友他們每一個人生可以講三天三夜都講不完 真的每個都那麼精彩 對那我會覺得說其實他們有很多人生的故事值得分享給所有的人 即便只是一個日常生活很不起眼的一個片段 可能我會覺得那會感動很多人 然後因為最主要是我自己被感動 所以我會覺得我想把他們身邊的小故事寫下來 而且他剛講到一個重點有很多的是分開 比方說你知道裡面這一片是一隻狗 這是Victor養的第一隻柴犬 就是好朋友養的第一隻柴犬 然後這個柴犬後來有娶老婆 還生了三隻小柴犬 好可愛喔 有一天這隻公裁犬自己就出去散步 就再也沒有回來了 對 然後大家就在想說 他是不是被 你知道可能有些附近工地的工人覺得他可愛 就把他帶走還是怎麼樣 Anyway他們就是他就是沒有回來了 對所以有時候我會希望從這張照片 你懂嗎 我記得是那個片段 對 對 就真的就是那個moment 然後其中的誰或是其中的什麼 離開了那裡 然後就沒有再回來或是沒有再遇見 然後呢 可是呢 他們卻被留在這個書裡面 對其實像這本書 我會覺得這些朋友的故事都還在進行 那就是也很 應該是怎麼講 也很傷心的就是說 其實像我裡面有一篇故事是 我在幾年前 因為工作時候也拍了我的朋友 然後我就說這就是你們結婚照啦 然後過了五年 然後突然他也是在今年 然後就是在睡夢中 就是看著卡通 他最喜歡風之谷 然後他就走了 然後 而且很年輕 然後所以 然後 他也把我那個幫他拍的照片 所以就是很突然對不對 對 所以我有時候會覺得是說 而且我還記得是 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我還有告訴他說 欸你們那篇我不會寫啦 我能做的 而且我覺得我朋友會很開心 我自己也很開心 對 而且你知道很有意思的說 因為其實建偉本身是這個單身 可是他在裡面 記錄了很多家庭 對 父子 親情 對 人與人之間的那種關係 對 很細膩 對 就是 蠻妙的齁 可能也是因為他單身 所以他對於這種你知道嗎 就一個家一個家那種就是更 我從來都不是單身 啊你結婚了 喔你是已婚 對我一直有伴侶 喔OK好他有伴侶 他有這個合法的嗎 合法 沒有啦 怎麼沒有 就是 反正就是我一直是 在台灣合法嗎 好多故事喔 合法 對嘛 建偉你好多故事 那就是在台灣有登記嗎 沒有登記 沒有登記怎麼會是合法呢 在台灣啊 你看我們 而且我開始是會跟他啊 對 合不合法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聽一首歌 我等一下來跟他弄清楚 好我們要鄭重的跟大家就是 來解謎 解謎解謎 OK Mystery Mystery 建偉碰到我很緊張 沒有啦 他就是有伴 有固定的伴名 然後他沒有結婚 弄清楚了 OK 好 持續已讀回嗎 好妙喔 這次的這個書裡面 因為我就覺得說 你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 這麼多這麼多的照片 跟這麼廣的人物 你有從小學同學 隔壁鄰居 到長大的工作同伴 到後來再出了社會認識的人 到路上碰到的一般路人 你怎麼選的照片 跟怎麼選的內容 決定放在這一本裡面 變成這127封的攝影 往復對話 因為我覺得 我就是決定要把自己身邊 20年來的朋友 而且是熟的朋友 放進去的話 那我會覺得是說 我第一個 我以攝影師的角度 要有好看的照片 有好照片 照片是你的第一個要簽 我覺得畢竟還是 算是書 可是畢竟還是攝影機 那我會覺得是 以照片的角度 除了是以一個漂亮照片 然後我朋友 他有一個好的 我跟他有一個好的故事 能夠感動我的 然後我會把它寫進去 然後如果是 只有照片沒有故事 我會覺得很可惜 那或是 你就會覺得他是空的 對 或是只有很棒的故事 可是我的好朋友 可是我就是20年 沒辦法拍過照片 那就也沒辦法 所以到後面 很多人 除了有一些朋友 會說 好啦我們就不是朋友 那麼熟 我一張照片都沒有 反而你有些朋友是這樣子 對 可是我會覺得是說 其實這本書 我覺得就是一個 我覺得那也是一種緣分 就是緣分 對 他會不會就留下來 會不會有那個moment 對 因為當初在拍也沒有知道 要變成一本書 如果知道變成一本書 那我覺得這不會是這樣 因為會覺得很難看 因為所有的都是刻意 對 那就太刻意了 而且他在這個攝影集裡面 就是有彩色的 有黑白的 用不同的相機拍的 對不對 大部分都是傻瓜相機 傻瓜相機 因為我覺得 隨手的 對 因為有時候你記入身邊的一些家庭生活 其實最方便 最輕鬆的 是能夠最即刻抓到的 有沒有可能是手機拍的 有啊 風底就是手機 iPhone 4 對 其實在裡面 他拍了很多這個 小蟲 小蟲老師的照片 有幾張 你把它拍得也太年輕了吧 搞不好人家那個時候是很年輕啊 他很年輕啊 他很年輕啊 對啦 我開玩笑的 他真的很年輕 他應該很 對 他是很好看 對 就在他的房間 他房間有一個 有一個 類似像是小閣樓 小天窗這樣子 然後呢 他就在上面這樣拍起來 然後還有那種就是 大雪 的這個 城鎮 對 這是在哪裡 去哪裡 這是 好漂亮的 在日本 像這種就是拍出來 然後那個雪 跟那個天空 白白 然後但是又有點藍藍的 這是要特別處理嗎 在攝影上面 現在的相機 你要調成什麼樣的都有 可是我會覺得是 拍照都用原始的去拍比較好 了解 要不然你現場一拍 你要再調 還要再進後是很麻煩 所以其實有一些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那個FU 後製的這個濾鏡再去調色 可是你都是就是原來的照 我會自己喜歡是就用原來的顏色去拍就好 那你這裡面都沒有調過嗎 當然會調啊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比如說一些反差飽和度或什麼都會 調 所以還是蠻專業的那個攝影書啊 這是攝影書 怎麼Amy突然就遲疑了 沒有啊 就是說其實 所以我跟大家講 就是說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攝影機 很好看 因為就是每一個 每一張他拍出來的那個照片 不管是在就是專業上面 當然我們不是專業家 可是我們就懂得欣賞 然後再配上說有一些故事 比方說像這個蕭青陽老師 對不對 蕭青陽老師 然後呢 他們一家人 然後跟他的這個兒子 那這是誰啊 路人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張照片 就一家人OK 他跟老婆跟他的兒子 大兒子從美國念書放假回台北 然後他們就坐在路邊 但右邊有一個這個是 阿婆 對阿婆 他們是在等公車是不是 對 其實那張應該是 好生活喔 因為那次我們去日本旅行 然後就看到公車站牌 然後有一個孤單老人坐在那邊 然後你知道這家人也很可愛 就故意坐在那邊 假裝是他的家人 就是一家人 對 就是說他們本來是兩夫婦跟大兒子 然後去坐到這個日本老婆婆旁邊 就變成三代 對 當然文章不是寫這個故事 沒有完全沒有 文章真的就是 就是他們對小孩的 就是 所以我講就是說 其實你在裡面很多都是描述到那個家庭跟親情 其實應該是說這本書全部就是我在講的就是一個家的概念 你家是什麼 不是我們就覺得說爸爸媽媽什麼 就是才是一個完整的家 有很多人比如說我裡面有寫一篇就是我的朋友 我打球朋友 他說 他說 他那張畫面就是說 他說你不覺得很奇妙嗎 我和我的貓 和我的爸爸 和照顧我們家的應用 我們四個人組成一個家 一個家 他說這也是我的家 明白 對 就是一個家 OK 所以其實的確就是說不管他拍到是什麼 但他就是心裡面就是這是一個家的單位 對 OK 所以裡面 的確 看還有這個 你翻到我爸媽 對 你爸爸媽媽 好日常 他們兩個為什麼他們一定要共同夾同樣一塊肉 菜量少的時候也許就是 就是必須要有點爭奪 就算是夫妻 大概是這個概念 沒有啦 說不定是要夾給鼻子 好可愛喔 你爸爸媽媽兩個人還挺像的 他們的鼻子好像喔 對 他們兩個人 真的是夫妻 是夫妻臉 對 你看啊 他說他的爸爸媽媽每週要換好幾班車 就是為了大清早上山泡湯 這個其實就是 這個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然後兩個人就一個非常非常日常 兩個人一起來夾一個菜 然後把這個moment留下來 很棒喔 對 然後還有 這誰家小孩啊 脫光光的 這是我的那個 國小同學 然後他們就是有一年放暑下 就你剛剛看到那個美國的一家人 他放暑下回來 然後就說要 要換尿布嘛 我說好啊 就沙發給你換 然後換完之後呢 我就拍一張照片 好 重點來 這篇故事寫什麼 這狀態是寫跟江蕙有關的故事 他寫的是說 其實蕭晴陽就我們剛剛講的設計師嘛 知名的這個設計師 他接了江蕙二姐的這個 《咖哩嬌嬌嬌嬌》的包裝設計 然後呢 他就要去辦一個攝影比賽 叫你參加 對 他就說 那個第一名有八萬塊 你要不要去參加 我說 那當然好啊 不是 我說這是給歌迷辦的活動 我去參加幹嘛 他說你就寫啦 少囉嗦 是給歌迷的 但是就是OK 然後呢 然後我就 好我就真的E-mail 我就寫 因為我喜歡江蕙的歌 我有買他的唱片 然後有附報名 我就寫了 那我就記得 有一年12月31號 有一個女生 其實我知道應該是江蕙經見的 因為我說 恭喜你得到第一名 我說蛤 什麼東西啊 我就掛了他電話 你已經忘記了 你已經忘記 你E-mail參加這個不慘 完全忘記有這個比賽 然後他就打說 我不是詐騙集團 你以為是詐騙集團 就騙人 他說你真的得到第一名 好過分喔 當年大家有參加的 你們就來看 歌迷們 可是真的有歌迷到 好像將會 有去監舉吧 有去說 這個是專業攝影師 怎麼可以來參加 那我記得好像是說 可是他們當時沒有規定 不難嗎 他就只要喜歡我的歌的人 你確實也是他的歌迷 是啊 我說我買他的唱片 但你自己報名完之後 蠻好笑的 然後你就拿到獎金了 對啊 然後蠻好笑的是 江蕙姐有辦一個記者會 就是給攝影比賽 然後 你也有去嗎 我不敢去 我叫我助理去 對 你真好說 你不敢去 所以 他在裡面就有寫 我覺得劍偉也蠻坦白的 他在裡面也說 網路上看到歌迷在罵他說 怎麼專業攝影師 所以他就不敢去 然後請別人去帶領 對啊 後來大家就吃吃也就吃完了 好可愛喔 所以你看 聽眾朋友 他這本書 其實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本書 就是那些照片本身原來他背後是有這種故事 然後就蠻妙的 然後你知道嗎 所以你得到獎金是這張照片 對 對 就是 你不覺得 對啊 有啊 有那種感覺 他得到這個江蕙的 你們如果買這本書 他們就會看到 就是兩兄弟 這是 兄妹 兩兄妹光著上身 然後妹妹剛剛就是換完尿片 然後哥哥抱著他笑得很可愛 就真的是把你扔掉掉啊 這當然要得第一名啊 對啊 可是我跟妳講那些 可是就很專業 不是那些粉絲的起司 唉呦 唉呦 你這背後真的太多故事了 真的好多故事喔 好棒 然後呢 有很多的moment 然後橫跨非常非常多年 對不對 當然呢 有很多就像他講的 有很多其實是還蠻私人的 對 就蠻私人的感情 那當然有些朋友就 後來也就覺得說 真的也還是不方便 所以就也就婉拒 當然有 就婉拒 但是呢 大家覺得OK的 其實呢 就成就了一本蠻特別的書 對 就記錄下來了 對 推薦給大家 這本是貴嗎 很便宜啊 一定要這麼說 多少錢很便宜啊 真的耶 500塊有找耶 沒有現在 現金書一定7、9折 一定300多的 喔 對齁 才300多塊 這麼後一本 現在沒有7、9折 書賣不動 你看我們是不是都很誠實 很誠實啊 你們 已讀回嗎 已讀回嗎 那如果你們還感興趣 他還有一本 就是 from the ground to the star 那這本 一定很貴啦 兩千 兩千 好大一本 超過那個A4 對不對 這算什麼 這有 這有八開嗎 這個就特殊規格吧 特殊規格 而且好重 但其實我覺得 已讀回嗎 這本就是 很好看 很有意思的 一個攝影書記 那你有官網嗎 沒有耶 你看他這是一個 對 就是一個莫名其妙的 隱身 不是因為 也都沒有在用 人家不能夠請教你攝影嗎 不能跟你交流嗎 不行啊 他直接就說不行 我有很多朋友 他就說 問我可不可以 上課或什麼 對啊 你就是不行 我說誰要教你們 這是你賺錢的工具嗎 不是 我應該是說 你為什麼不分享 我應該是說 我覺得 拍照對我來講 是我拍身邊的人 我很開心 我讓我身邊的人 覺得 他喜歡這些照片 我覺得很開心 我喜歡是 日常生活 他完全只是你的興趣 就是他不是 他不是 當他變成你的 真正的工作的時候 你是會覺得很奇怪的 應該是說 我覺得 我並沒有什麼 很特別的 可以值得去教導 這些想要學習的人 因為我覺得 你現在數位時代 你網路上看 你只要一直拍 你會有你自己的風格 對我來講 你要我去教別人 像我自己都自稱為 iPhone界的李萍萍 我自己講 iPhone界李萍萍 然後我講完之後 還有很多人說 誰是李萍萍 我想你們真夠了 你們 看到他要跪下來 他才是大師 對 你們明白嗎 姐這樣形容 好啦今天很開心 在我們的這個 現場呢 就是陳建維 非常推薦他的這一本 很特別的攝影集 因為裡面有很多很多 你認識的名人 可是呢 他不是為了要爆料 也不是為了要給大家看到舞台上 而是真正的 非常非常 很真實的那一面 就是一首發言